当地时间10月27日晚,第11届奥斯卡理事会奖颁奖典礼在美国举行,对第92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进行颁奖,获得该奖项的分别是导演大卫·林奇,演员维斯·斯塔迪和导演丽娜·维尔特米勒。 这个奖项设立的目的是奖励对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人,对于三位喜获小惊人的获奖者中,大卫·林奇应该是中国影迷最熟悉的了。 他曾凭借《向人》·兰斯荣·穆赫兰道三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,由他自编自导的犯罪悬疑剧《双风》入围第42届艾美奖,剧情类剧集最佳导演奖,最佳编剧奖,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, 你过娱乐,整理包当。 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上映后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好评,大家都称赞四字弟弟演技出众,虽然是小鲜肉,但是完全不输给那些实力派演员们,甚至在和影后周冬雨对信时,丝毫没有被虐的感觉,而是两个演技旗鼓相当的人,令人看了都为他们的演技拍手叫好。 现在很多网友都去看了这部电影,电影的评分也非常高,大家都认为,易烊千玺的演技成为了这部剧中最大的惊喜,电影中压抑沉重的氛围,以及两位主角为了面对所有的不公而奋力反抗的心酸,都让不少去电影院的观众们忍不住落泪好几次,但是观影过后大家都说,这部电影是压抑中带着一点甜的, 两位主演看起来也十分般配,并且电影的结局大家也都很喜欢,可以说结尾是一个惊喜了。